其实呢讲到电车呢 有许多的hater 我不知道他们原本就是讨厌电车 还是接受不到新科技 还是他们买不起电车之类的都有可能性 然而我不是讲随随随错 但是他们这些电车hater 就很有心的散播一些电车的遥远 根本不是很正确的 因此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我认为电车肯定是未来 首先有一些hater他就说 电车的制造过程呢 很污染哦 那种电池要用到很多稀有金属 要开采那些稀土之类的 其实这个说法呢不能够说完全错 但是也不可以讲它对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电池 这个电动车电池主流有两种 一种是灵酸铁理 就是像 BYD跟 CATL他们擅长的电池 另外一种主流的咧就是 NCM NCM现在大多数的电池都在用的了 NCM这种电池跟NCA这种电池呢 它们都涉及到一些很贵重的金属 也就是涅菇蒙 然后像这个菇COBET 就是一个非常稀有 然后开采它的话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的 那个N跟M都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副作用 但是你要知道 电池的电池它在end of life之后呢 它是可以用来recycle的 它是recycle了之后可以再用回去 它就好像我们的starter电池 每次我们换我们的starter电池 在换的时候呢 那个电池店会回收那个starter电池 然后之后他们会拿去工厂那边做处理之类的 就会用它来做过新的电池 然后像这个NCM电池 它recycle的回收率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它很多原料是可以用回去的 换而言之呢 随着市面上的电池越来越多 然后到未来可能10年20年后 这些电动车电池拿来回收之后呢 是可以拿来做更多的新的电池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 就好像我们穿了衣服旧了之后拿去给那种回收衣服的厂回收之后 它又来卖给那些做衣服的厂用来用那回收布料来做新的衣服 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是一个recycle reuse的一个loop来的 但是油车不同你知道吗 油车你如果是那个你烧掉的油啊这些能量啊 是回收不到的嘛 因此电池现阶段可能还是有一些对环境危害的东西 但是未来会越来越少 然后你不要讲到好像那一个燃油车没有这样的现象耶 燃油车也是很多零件是会对环境造成损伤的 然后电池hater的第二个武器就是说 哎呀你看电池充电它的电也是来自发电厂 发电厂也是烧煤或者是烧那个石油来发电嘛 还不是一样 首先没有错 在多数的国家呢火力发电还是占据一定的百分比 可以讲是大多数的百分比啊 比如讲马来西亚是火力发电的国家咯 火力发电就是烧煤炭啊 烧那个烧油之类的 但是你要知道哦 发电厂它是可以啊 因为对发电厂来说重量不是问题嘛 所以发电厂它可以加很多很重很大样的那一些 在它的那个排气管那些 所以就变成那个发电厂它在发电之后 它排出来的烟啊是可以很好的构立到很干净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video那个发电厂那边有很多那个白白的烟 一大团那个白烟对吗 那其实是水蒸气的 真正排放飞气的不是那一个是另外一个 因此你看这样庞大排气系统呢 它就可以很好的管控 你可以放很多措施放很多after treatment 去让那个烟没有那么污染 但是燃油车不一样哦 燃油车我们在路上走的啊 我们不要讲新车啦 可能新车前面五年哦 它的那个排气系统是好啊 但是过五年之后哦 它会越来越污染的 这是为什么有些先进国家呢 每半年每一年都要验车就是这样 因为怕那个engine condition不好 变成那个车开始污染环境 所以有些国家是每年都要验车 马来西亚没有啦 但是你想马来西亚这样多旧车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旧车对环境是没有污染的 这些旧车对环境污染极够力你懂吗 就变成我们把燃油车 我们看啊这个燃油车在满节这样子乱碰那个烟 然后就算是最先进的燃油车啦 它的排气系统都没有发电厂那个大大个排气系统 那么好那么优秀 所以呢 燃油车在路上走啊 那个烟乱碰啊 对环境危害是远远大过 把这些烟集中在发电厂那边好好的来过滤这些烟 所以两者你要知道哦 燃油车在路上走是乱碰烟哦 那烟到处乱飞啊那些然后又 没有说很先进的那个排放过滤系统 然后发电厂是集中在一个地方 然后有几先进的排气系统就给它 过滤掉那些有害的东西 所以两者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你不要偷换概念啊 不要讲什么电车充电是靠火力发电 然后污染什么之类的 你驾燃油车就肯定是更污染了 因为你在路上乱碰嘛 好像那个啊 那些啊 如果是可以随时在那边乱乱抽烟的话 那么那个二手烟大家都吸的到了咯 就污染整个环境了嘛 但是你把烟客集中在一个抽烟区的话呢 那抽烟区的屋顶上 可以放很多很先进的这种过滤系统 让这个二手烟哦 不会扩散出去 但是那种普通烟客 你可以叫它随身携带一个很强的过滤系统 不可以嘛 所以这是为什么燃油车 跟电车相比 电车还是比较环保的 然后燃油车如果你叫它背一个这样先进的这种排气 系统啊 那车不变得很贵 重量不变得很重那个车对嘛 像发电厂这样中的排气系统啊 所以是不合理的 而有些电车hater呢 他们是有一点学问的 他们就开始算一些算法咯 他们就说其实电车也没有很efficient嘛 他们的算法大概是这样 我不懂他们有没有算他这样清楚啊 但是以我的算法呢 如果我今天要化身成一个电车hater呢 我就会讲 呃你看啦那个烧那个corder烧那个煤矿啊 100%的煤矿 火电厂的效率可能是40-50% 我们算了40%啦 4%烧了之后咧 到电车电车有90% 所以弄到来是30多% 就是说你那个煤矿 到提供给电车在路上走的能量呢 只有一个34% 所以你看呃那个什么 呃 燃油车更好 啊 燃油车的那个效率啊 更加的高 因为那种toyota的那个什么 Cambri啊 那个D4S啊 有40%的那个效率嘛 就是thermal efficient有40%左右嘛 所以弄到来 诶 电车也没有很有效率啊 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啊 这个也是一个头换概念的 因为第一 啊我们从源头说起嘛 第一 提炼汽油本身就要用掉很多的能量 这些没有算进去 第二 汽油是如何运到你的车上的 是通过罗里 从炼油厂载那个油汽油站嘛 对嘛 那罗里 一路上在喷黑烟 没有发现到呗 啊 一路就很喷 所以 打油呢 从提炼油的过程浪费能量 然后载那个油到靠近你家油站浪费能量 这两个很大的factor你没有算进去哦 但是这个东西我不是科学家 我算不到给你 但是你单单这样子你想一下 这两个东西 然后电车不同哦 电车的话它的那个充电啊 发电厂到你的家 那个电是不用用罗里载的 你懂吗 那个电是走cable的 所以这一点呢 那个电车 你这样子考量之下啦 我是觉得啦 电车怎样子算都是会 比这个油车还有有效率的 然后再来哦 那个油车 Toyota Cambly 它跟你讲40%的Termal Efficient哦 不是说这辆车 一start车 从头到尾 都是40%你知道吗 这辆车 在什么时候40%你知道吗 这辆车的Efficient在最高的时候 是差不多RPM 2000转 的时候啦 然后要跑 跑highway的时候 差不多在80-110kmh左右 然后在慢慢驾 顺顺驾的情况下呢 它可以得到这个Efficient 就40%的Efficient 但是啊 在城市驾 起步 冷车的时候 start车这样子驾 出路口 踩大油 这些肯定没有40% 所以呢 如果是在城市驾 coastart的时候啊 它的那个热效率只有20%的话 这样综合起来看呢 油车 是没有什么效率的 再加上刚才我所说的提炼油 要能量 然后 用螺丽来摘那个油 要能量 所以 相比之下 你自己算啦 我不是科学家 我算不出一个很好的Data给你 但是 我们这样子 看到来啊 以上这三点啊 你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电车是一个可持续性的能源 而且在未来 未来啊 你想一下 如果 因为太阳能啊 这种可持续能严重 Green Energy啊 一直在发展嘛 一直在上嘛 它的那个比重 发电的比重 如果未来马来西亚 这种日照多的地方 它的太阳能供电的比例 达到30%的话 哇哦 你想一下 这个太阳能供电的电哦 是可以给电车用的 但是太阳能供的电呢 是无法给燃油车用的 所以 这点就可以 发现到了嘛 电动车 未来 我 我 从小呢 其实我是很喜欢车的东西啊 然后 可以说是在 2019之前啊 我怎么没有什么关注电动车 是2019过后 就是疫情前的一年 我就开始 注意到电动车的东西 那个时候开始有 关注那个 Model 3啊 那时候是一个新闻 吸引到我啦 就是Model 3的那个销量啊 是 可以追到那些 在 在美国啦 它销量啊 是可以 很好的 是可以跟那种 BM3系列啊 C-Class啊 比肩 甚至是超越它们的 所以这点就让我 开始研究 开始看这种电车的东西 就发现到其实电车 真的是未来 所以今天影片大致上是这样 很感谢你看到现在 我身为一个小小YouTuber 我是希望可以散播一些正确的 讯息 给到大众 虽然我知道这样子的影片应该没有什么人看 但是呢 有时候我做影片也不是为了什么 就是 我的内在动机 可以说 外在动机跟内在动机相比 内在动机的推动力是蛮强的 内在动机就是我做这件事情 影片的点击率不高 然后可能收益 影片的收益也不高 但是我还是想做 这就是我的内在动机 然后我做这种影片 你都知道我是卖燃油车的嘛 我讲这种电车的东西 对我的利益方面 外在利益方面 也是 没有什么利益的 所以我觉得是内在动力的 驱使之下导致我辞职以恒 一直在做这种关于 电车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你选我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